欢迎请收看2400中天全球夜线新闻 捍卫言论自由到底抢救中天 请您立刻订阅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尽得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好 新闻一开始就要来关注 美国的白宫争霸战正式开打了 就是现在美国迎来了大选的投票日 一大早各地的投开票所已经陆续开始运作了 美国的各州投开票所预计开票时间蛮长的 会从台湾时间的11月4号早上7点到下午1点 甚至2点之后才陆续结束 而同时台湾时间4号早上的9点到11点半 我们也会全程掌握跟美国当地同步来开票 请您务必要锁定中天新闻2020美选开票 白宫争霸特别报道 好 说到这美国看看这地图 服务员辽阔 真的没有办法像台湾一样 一个下午就把票给开完 再加上它没有时差的关系 这开票时间拉很长 画面中最上方的时间轴可以看到 这次最早结束投票的州是 印第安纳州以及肯塔基州 预计在台湾时间4号上午7点 投票展会关闭进行开票 而最晚截止投票的是夏威夷跟阿拉斯加州 大约是下午1点之后才会有结果 其中大家要关注的绝对是 南瓜众多选举人票的关键大州 先来看到的是掌握了29票的选举人票 其中还有38张选举人票的德州 重要摇摆州包括还有亚利桑那州 等等一共6到10个大州 开票结果都很有可能左右选情至关重要 说到今天就是选战当天了 候选人都跑到哪边去了呢 最新画面点来看到拜登出现在他的家乡 兵州的斯克兰顿 拜登在斯克兰顿出生 拜登就表示孙女甚至还没有回过老家 因此他和妻子带着儿子还有两个孙女来到了老家 他老家外面呢还围观了一群 相亲相亲们都高举着支持的标语 拜登家这间民家一度是人潮拥挤万头攒动 至于呢总统川普则是在 白登跟福斯电视台现场连线 川普表示这民调都不准 而他自己认为他一定会拿下胜利 说到这美选绝对是会影响美国股市的 美国股市继昨天大涨之后呢今天又继续上涨了 道琼开盘大涨一度大涨超过600点 纳斯达克也上涨超过百点 由于上周美股跌太多 因此一些分析师认为大涨可能只是跌升反弹 但也有分析师则认为目前是由油资过剩 因此投资人的进场意愿会比较高 这一段时间是由于上周美股市认为大涨 谢谢大家